我想与妖解缘 阿冠都会守护公主 我想自首 守护着她 我愿意 我愿意 心甘情愿守护公主 你会死的 只要公主好好的 只困还原成为公主的妖为 跟你摆倒到了 生生世 爱 无分装作 公主 阿宽 玉妖国白昙花虽多 但六版白昙花 百年才开一朵 我们一定要抓紧 赶往涂晒 是 你可知道 我也是人族 知道 我还看出来你不会竖法 一个不会竖法的人族 冒险来妖族 定是有钥匙相求吧 说吧 究竟是何事 我 我想与妖解缘 你喜欢妖 我 我的意思是 人真的会爱上妖吗 很惊讶吧 其实我的心告诉我 不管她是人还是妖 我喜欢的 就是她 就是她 大家快看 就是她 我知道你们从遇妖国了 就是她 我知道你们从遇妖国了 你们那里的妖 心甘情愿给人族使唤 屠山不欢迎你吗 这谁啊 她叫石宽 是我的贴身妖卫 快滚出去 快走 快走 太丢脸了 妖卫 你来自遇妖国啊 我是玉妖国公主 不胎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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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妖族竟然会向着人族服侍人族 还这般为她们卖命 这妖族的耻辱说的就是你 说的就是她 妖族之耻 说的妖族的耻辱 我出去吧 不快离开 二当家来了 离开去 二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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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好做生意 都在这干嘛呀 二当家 你来自遇妖国的妖和她主子闯进咱们屠山了 就得无礼 他们 可是我们屠山的客人 啊 对吧 二当家 玉妖国 一向不怎么与外见往了 屠山怎么会请他们做客人啊 是啊 是啊 有道理啊 那不如你说说啊 你们打算怎么做呀 那肯定是把他们给抓起来 狠狠肚肚赶出屠山 对啊 为什么啊 好 好 我可听说 此妖位乃北山第一勇士 石宽 而她的手呢 可以化解一切物质 要不 你来赶她走 这 这 快呀 还愣着干什么 要不我们大家一起上 我 我想起来了 我那酒铺子还没人看呢 我先走啊 我也走了 我也走了 还有些货 还有些货 石室伟 请见谅 不敢当 二当家 你们请 公主心悦之人 竟是石室伟 大当家一定很是意外吧 其实 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阿宽是父皇赐给我的腰位 但我们一同玩耍 一同长大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有他的陪伴 直到有一日 我差点失去了 看到他倒在我怀中 那一刻我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 我才意识到 我早已将他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我早已心悦于他 那时侍卫可也心悦于公主 虽然他从来没有承认过 但我知道他也心愿于我 我们的情依 苦情术 一定能够感知得到 阿宽 你尝尝 阿宽不敢 公主爱吃 阿宽看公主吃也会高兴的 这是命令 我看看 至其三 史是 不敢 我们的经验 比较 even 朱乙 但是你终于应该 等我们一下 等等我们 慢一点 是不是很羡慕啊 其实妖族本该如此 玉妖国 我是不是个好地方 玉妖国也有好人 我此次来屠山求结姻缘 你就不好奇 我喜欢的人是谁啊 如果公主想告诉阿宽 自然别说了 无论公主心悦之人是谁 阿宽都会守护公主 虽然我的义中人 他不知晓我的情意 但我是真的心悦于他 此生为愿 与他相伴相守 希望苦情书 赐下羽化祝福 因为这世上 曾有一个我 如此深深地恋慕着他 舞劳不知不知道 你不是我的秦氏吗 我能够看一下 我会藏拐 你就是你 cas欢 我能够帮你 我能够帮你 看我 我能够帮你 在着哪 后来 是我的思念 谁听见你的肩肩 不想个人 苦情书在上 我为人 他为药 注定为世俗所作 若此生不能相守 但彼此之情不欲 请保佑我们 突破阻碍 长相厮守 谁听见我的眼 若说这情书是我的天 若是我的心情 无论公主心悦之人是谁 都请成全 若是我的心情书是我的心情 若是我的心情书是我的心情 若是我的心情 一切人默了想念 你听从春情相思意 淋漓着满天漂泊的记忆 是我一寸念一寸心 是我已难听 许愿者 可愿信守承诺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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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你 也不再单纯只是个公主 还是玉妖国的国主 公主还是国主 与你我而言 又有何区别 真正改变的 是玉妖国内 人族和妖族的关系罢了 我是人 你是妖 若两族真引起纷争 你又该何去何从 阿宽 永远是公主的要位 从见到公主的第一眼期 我就发誓要永远守护公主 无论人与妖之间发生何事 阿宽的心 绝不改变 阿宽 你可知道 我父皇 是被毒害的 公主 古今他们之所以有事无恐 是因为有人暗害了父皇 偷走了母父 请公主放心 无论有没有母父 阿宽 永远守护公主 阿宽 我现在 只剩下你了 阿宽 公主 我不可以 阿宽 我从未把你当成过妖奴 从前你的第一眼期 在我心里 你始终都是阿宽 我希望 你可以忘记我的身份 只把我当成布袋 对不起 坐 这么多年 这乌梅烫的味道 还是没有变 可不知道为什么 人的心 会随着长大 变得更加难以辨认 是人的心变了 还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变了 公主归为天人 如今又有了 两情相悦的义中人 阿宽怎样 公主 实在不必优怀 阿宽 你放心 我不会责罚古今 也不会惩罚那些妖奴 我知道 这些都不是他们的错 公主 注意身份 若是被旁人看到 公主和一个妖奴拉扯 必会传出莫须有的流言蜚语 若我说我不在意这些呢 公主 你现在已经是国主了 公主 公主有令 即日起 解除石宽妖位一职 此生永不负路用 石室卫 请你自行离去吧 阿宽说过 要永生永世守护公主 以前守护我 是你的责任 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妖卫 不需要再履行这个诺言 不是责任 阿宽 心甘情愿守护公主 以后会有人永远守护我 但那个人 不是你 阿宽 这些年 你忠心耿耿地护着我 是否因为母妇在我手上 不是的 无论母妇在不在公主手上 阿宽待公主这心 永不会变 阿宽 眼下玉妖国动荡不安 将来你的母妇 无论落在谁的手上 你都要先保全自己的性命 若是有人威胁你 做不利于我之时 我定不会怪你 不行 你还不明白吗 如今没了母妇 我对你已经没有那般信任 刚才那份话 只不过是为了保全你 我最后的体面 公主 对不起阿宽 母妇已经落入坏人手中 若不逼你现在离开我 你会死的 我最后的体面 公主 时侍卫昨夜便一直守在门外 你为何还在此处 公主 古今死了 她错信了那个女妖 是被她所害 你同我说这些做什么 我怕有人伤害公主 你莫不是忘了 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腰位 现在的你 不应该出现在皇宫 若你再来纠缠我就 时宽就别离开 公主 公主 大灯家 岳出公子 听闻前几日 公主遇刺 是时宽保护了你 眼下这个时候 还要将她调开 想必是为了保护她 阿宽的母符被厄阳所盗 若是一位护着我 会被那些厄阳所胁迫 我知道她不会背叛我 但我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她为我而死 公主先不要担心 这一趟 我们夺回了一半的母符 说不定阿宽兄弟也在其中 他就没事了 你不是喜欢公主吗 到那个时候 你不再是奴隶 她也不再是公主 你的身份在她之上 得到她 岂不是一如反掌 是要做主人 还是要做奴隶 是否能跟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全看你一面之间 阿宽 不会背叛公主 那你就是要吃法酒了 好一个有情有义的勇士 你既不愿意伤害童祖 又起能眼睁睁地看着童祖 被人族欺压 同我合作 既可以护了童祖 又可以抱得美人归 何乐而不为呢 阿宽 永远不会背叛公主 我向来西藏 暂时不会混乱你的女婿 你回去再保身 我等着你的答复 公主 公主执意狠心赶走时侍卫 奴婢真担心 她会被恶妖拉拢 背叛公主 如果那样 反而更好 公主 那样 她就不会有危险了 现在皇宫之外 阿妖时事紧逼 人与妖相互残杀 请公主再等一等吧 一切终究会过去的 那你呢 妖尊已经盯上了你 你逃过了这次 还会有下一次 只要公主好好的 阿宽 就不怕死 不许说这种话 妖国已经死了 这么多人和药 剩下的每一个 都要好好活着 何况 你已经不是我的药味 不需要为我拼命 不是为了公主 是为了阿宽自己 从前的我 只知道好好练拳 保护公主 现在我明白了 只练好拳 还远远不够 你什么意思 我想做一个 真正的勇士 互相相互的人 请公主成全 从第一天 被种下子母夫妻 阿宽的命运 就只能是服从 对子母夫 落在恶妖手中 阿宽 不想再屈服 以子母夫 我 要不需要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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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我合作 你便能抱得美人歸 不同我合作 你倆只能成对亡命冤影 我真不愧是北山第一友识 有点骨气 我知道你想过没想过 你若死了 你那娇花般的公主会怎么样 破城之后 我杀的第一个就是她 同我合作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可饶她一命 怎么 难道阿宽 连一句恭喜都舍不得说吗 明日成婚后 只怕再无时间 欣赏这城中景色 这么多年 你也算一直相伴于我 陪我好好看看玉妖国吧 这里 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今天 就在这里道个别吧 再见 阿昆 恭喜 公主 公主 这是驸马送您的佩剑 说是注入了他的法力 驸马如此贴心 恭喜公主得此良配 眼里捕捉到你曾经 命运再遥也有何惧 苦情书在上 我为人 他为药 注定为世俗所祖 若此生不能相守 但彼此之情不欲 请保佑我们 突破阻碍 有危机 也许是岩涌的伏笔 阿昆说过 要永生永世是湖宫处 以后会有人永远守护我 但那个人 四季 不是你 乖无唤醒 你 爱却是那么不轻易 入梦里何必怕失去 一花与风拥抱天涯共产 国主大婚 一场的白昙花都会盛开 我曾想过今日这般和阿宽 若真的有来生 是款还愿成为公主的药尾 世之不渝 好痴情的妖啊 既然你那么想死 好 我成全你 阿宽 公主 为何来此 你在哪 我就在哪 我如果来的话 你就一定会死 此时 是玉妖国的镇国之宝 极英之石 也是玉妖子母服效力的关键 今日 我愿当众毁去此时 从今以后 世上不会再有玉妖子母服 阿宽 阿宽 那日苦情书下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我一定会努力 祝你 保护好玉妖国 那我便乐得轻松了 阿宽 我一定一生一世 跟你摆头到了 摆头到了 生生世世 来 拿好啊 阿宽 以后 你就是北山要地 昆主 阿宽 阿宽 我现在会已感到遗憾的时间 就是 没能听到你亲口说 我喜欢你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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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听见了吗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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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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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那么多的机会 你早就一遍一遍地告诉我 爱 不分重足 其实 小时候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这是你最为真爱的北山之心 你曾说 他就像我的心 那就让他陪伴你吧 公主 为何来此 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我说不来的话 你就一定会死 阿坤 那日苦情树下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你说 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 可你现在 若在何处 这些回忆 只要我活着 便不会消失 对吗 天书封印了布太的陵园 还有他与石宽的过往 待日后续远时 这份记忆 还会重新 苦情树得到了情力的帆布 想必已经感知到他们二人 排除一切困难 彼此相爱的心意 他们这也是未尽的缘分 有了天书的旨意 时候定还会再续 看来 人族跟妖族结缘 是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在苦情树下 以法宝和妖礼启示 亲口说出我原因 大唐家 你可还记得 公主当初 在苦情树下 所许的愿 公主一定不希望 看到你 就此伤心颓废 一蹶不挣下去 她如此真爱你 你可否替她 守护她的国家与子民 我 眼下除了你 谁还能替她 守护余妖国 不过幸好 这城中的妖族 都幸福于你 以后 你就是被山腰的 阿胖会永远守护公主的愚妖国 既然如此 我提议 愚妖国这三个字 首先就得改掉 人与妖相互平等 既不于妖 也不于人 大唐家 我和布泰 还有办法以另外一种形式相逢吗 你们既已结缘 苦情书 一定会有她的安排 请后 城中不再有妖奴 人和妖 俱是北山的子妹 公子我的妖帝 惭愧啊 城中依气蒙弟子 本由徐毅统领 不想他居然 被恶妖所控制 日后王泉山庄 会管束城中的弟子 还请妖帝放心 想不到妖帝继任一事 竟如此热闹啊 是因为城中 还有另外一桩大事 今后我们妖族 将会有自己的妖蒙 妖蒙 妖蒙